大家好,我是阿維藍吉的某A,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千零一根钉字的视频 这款游戏玩了几关,感觉算是一款中度虐手残的游戏,没有I WOMA系列那么变态 加上又是一款像素风的游戏,我是比较喜欢像素风的游戏,所以就打算做做视频 希望这款游戏后期不要太变态,虐得我想起坑什么的就好 好了,我们开始吧 这游戏操作,除了攻击键之外,还有两种不同跳跃的按键 一个是小跳,一个是大跳,不同的地方要用不同跳,不然有些地方没法过 然后各位刚刚看到的骷髅头和钥匙是美观都有的,钥匙是过关必要的道具 没有它终点的那门是不会打开的 骷髅头是收集物,除了加一条命外,骷髅头收集到一定数量后就会解锁一些角色和游戏的其他模式 所以每关我都会收集到骷髅头后才过关 好吧,刚刚话还没说完,就死了一次 好,好,好,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